满满一锅白色肉丸 在油锅里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客人点餐之后老板熟练的拿起勺子 一颗颗摇进碗里将汤汁沥干后 加入蒜泥和酱汁 最后放上香菜就可以美味上桌 位在新竹东区西大陆上的竹帘肉丸 近期上榜台湾在地小吃指南 而被比喻为台版毕比登的500碗评鉴出炉 全台共有441家小吃获选 而在新竹就有18家获选入列 其中11家小吃店就位在新竹市区 这次新竹市区11家美食入选 包括竹帘肉丸 柳家肉燥饭 中央市场糯米水饺和西式米粉汤等等 让更多人看见新竹的美味小吃 我觉得有些东西也是蛮好吃的 所以美食商务应该还不至于吧 以前人家讲说新竹市美食沙漠 你个人觉得呢 其实我不觉得是 因为其实新竹有很多在地的老东西都很棒 这次名单出炉让新竹市摆脱美食沙漠之名 因为看看其他地方桃源云林只入选三家 苗栗南投澎湖和马祖只入选两家 而金门只入选一家 500碗评鉴新竹市靠着传统小吃魅力 征服不少食客味蕾 下期新闻账号以黄世函新竹采访报导 uran 汉葱 汉葱